就是说这个学期我选的这个主题 就是环境的领域很广 那我希望就是说结合我自己个人 以及协会在最近的一些 比较关注的重点 那就是绿色经济 或是叫绿岭经济都可以 那就是说绿岭它就是区别于蓝岭白岭 以前这样传统的二分吧 就是大家工作都希望 可以大家所做的职业或是去做维生的事情 不管是利用自然资源 或者是说在都市里面做一些活动 都可以是用绿色符合环境 符合永续的方式这种叫绿 那希望就是这学期是给大家一些这种实力 就是一方面就是邀请记者来 分享他们报道的经验 或是他们写作的技巧 那一方面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有这样的 一些这样的实际的观察跟体验 就是其实环境跟经济呢 已经不是对立的事情 那我们的主流媒体还是在复制 环境跟经济对立的这个刻板印象 所以我这学期就是希望有给大家带一些这样的观念 所以就是大声工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这样的一个理念 还有这样的环境的状况说话 那这学期重要的一些主要重点 我们总共上12堂课 是两学分的课 所以就是大概分几个面向 一个就是经济观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环境其实它就是经济的全部 如果从绿色经济的观念来看 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一些媒体的媒体观 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做公民记者 然后为什么主流媒体的讯息并不足够 我们可以在这么多媒体在做新闻报导 有的媒体也在做环境报导 但是我们身为公民我们可以做什么 那再来就是也希望有一些国际观 就是说我觉得在 我在环境知名协会一开始工作是做新闻翻译 那在新闻翻译当中我觉得蛮多国外的例子 是可以在对国内的状况做接近 比如说反对六星的空气污染 有做批有环保团体在倡议 那个空气污染会让人均寿命几少多少 那这其实国外有很多学术还有民间团体早就在提这些诉求 所以类似这些工作或是国外有些社区他们早就在做太阳能跟公立发电 而且是可以把电卖给电力公司 他们不用靠核能发电 是靠火力发电来供应他们 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因为我去今年刚好有机会六月的时候去采访李约的高峰会议 然后又有两次去中国那边看中国的环保团体跟环境运动 那我去巴西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在巴西有一个现在是世界第三大水利发电厂的开发 那我也有去看着而且它是在开发在亚马逊里面 那我觉得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厂是哪一个 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 就在我们对面来 对啊就是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当初移民了多少人 就是为了盖那个水坝就是光是人权上就已经积极了 就是移民了数十万人 那现在这个在巴西亚马逊里面虽然没有那么多人住在那边 因为那边还是地球之辈其实还是蛮原始的状况 可是就是说在那边盖就会破坏这样的状况 那另外还有一些国际的社群他们也在做一些 可以兼顾环境就可以兼顾经济霸占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国际在高峰会上也有一些学术的讨论 就是在讨论说如果要达到绿色经济 政府应该做什么样的政策 然后譬如说能源价格要合理化等等的 然后要政府的思政要思维要超越GDP等等 这些想法希望可以带给大家 然后再来就是 意思的部分就是可以找 我们有找主流媒体的记者 然后也有做公民记者做很久的朋友来分享 他们做 不管是做采访的技巧 或是说写作的技巧 或者是他们做公民记者的心得 所以在目前的课程安排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第一周是我们再跟各位简介 课程的那种东西 然后还有讲一部分 这个课程的主题 那再来就是 下个礼拜是那个 新闻写作的这一些基本的观念 那分享的老师是大爱电视的记者 周富美 那第三周呢是特别讲座 他这个 这个是真的很难得 香港独立媒体工作者张翠龙 他在 他在台湾的那个 新闻界 或是说做独立媒体界是很有名 那他有名的 他接近很多国际现场 包括 就是说占地 或者是 经济方面的 金融危机方面的 很多 那 尤其是 到第三世界 我们一般所不晓的地方 那他刚好就是 九月 下半个月就是有 受到浩然基金会的邀请来台湾 那 有一个同学 他今天在文资 不去跟他相知 趁这个机会就邀请他来分享 那 这一堂课是专理讲到 到时候会有 那个社大也决定 就是说 他很难得来 开放给大家来参与 所以就是 在社大的网站也有开放大报 那就是 大概四五行 还是在这个教训哪 在这边 对在这边 那时候人太多要搬一下 然后第一次都是大报 分享他做公民汽车的经验 有没有人不认识大报 没有 好 不认识 那有没有人听说 那个 那个大埔产田的事情 有没有人不晓得 足南大埔 就是农田 稻子都快成熟了 但是 为了要征收土地 就有怪手开进 当怪手开进稻田 那当初那个 稻田 当初那个警察 为了就是要 要让那个农民死刑 就是说 这个地我们就是要征收 就不要再去 在那边拎 所以就是 直接半夜呢 就把那个农田的周围围起来 然后也不让记者进去 那也 也 就是阻止那些农民呢 去 就是去挡住那个怪手 但是怪手就直接开进去 然后就把快成熟到此铲掉 那 当 当时呢 是没有任何记者 在报道这件事情 只有 那个公民呢 就是 那社区里面的居民自己 然后录好这些影像 就 寄给大报 因为大报王其实在 那个事情发生之前 就已经 跟他们相处很久 就一直在 Pable公民新闻平台上面 一直去 po他的 访问的影片 就是 访问他们 受到土地征收的问题 然后他们的心声 所以他们把影片 寄给他 寄大报王 最后 大报王做一个 当怪手开心到天 这样的影片 所以 他现在是一个 很有名的公民记者 那他的分享也是很难的 那我补充介绍一下 第二个 东富美老师 也是一个很有得调的记者 那他本来是自由时报的记者 那他 专门跑环保署的开放 那环保署 过去呢 现在大家如果说 想要监督什么开发案 就是 比如说 环品审查会议 都可以去登记 甚至也可以 登记发言 那如果说登记发言 那个空间 请不经历 可以很轻易在旁边 可以扛兵 但是在 过去呢 在周富美 还在自由时报的时候 有时候是比较封闭 那 周富美就是要做一次环品会议的时候呢 因为环保署不让他进入采访 他就很 很积极的争取要进去 听那个审查会 那用有一些比较 被 就是说被环保署 被官方觉得太不当了 就是拍门啊 一直讲要进去之类的 只有 那个 环保署就居然就是 写公文给自由时报的老板 就是说 你们这样的记者 我们不欢迎的 那他最后 居然就被自由时报辞困 所以就是 那他后来 休息一分子就去 后来就去搭来电视台当记者 大家可以认识他 然后再来第五第六周呢 第五第六周的议题是我比较不熟的 所以就是由廖振州老师来跟各位 上课 那 廖振州他在 他一方面是我们的协会的生态长 那一方面他也在 在乌来那边呢 实践绿色境界 就是他在那边带着 跟那边的社区的居民呢 一起去做 比较符合环境 比较友善环境的这个农房 然后呢 也协助他们贩售 那再来就是 现在呢 他也在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跟社区居民去讨论 怎样怎么样的经济方式 或是开发方式 是可以保护水资源 也可以维护森林的 那 他在那边已经进行了五年 六年 那目前呢 他还打算就是把这样的实践呢 再去结合环境信托 那这样的方式呢 也是一个实践绿色境界的方式 所以他 在第五周课堂 在这里 现场呢 他会先来分享 这样的经验 然后再来呢 就是 第六周是实际的 采访 练习 也是由他带着大家 在那个现场 就是由他来解说现场的状况 然后跟大家讲 那边的问题 以及 参与的状况 那再来呢 就是姜云庆老师 姜云庆老师 上第七第八 就是 当大家知道说 就是由之前 做妇媒老师 介绍一些新闻写作的基本技巧之后呢 大家可以 在这一个做一点练习 那做练习时候呢 可以再透过这个 姜云庆老师他分享 怎么做深度报道 可以再去思考说 我们现在有 这些的 这些的素材 可以在 深度 那杰云庆老师呢 他也是一个很资深的 独立媒体人 那他写 他的专长 主要是在司法方面的 比较少环境 但是他因为 他一直很支持我们这个课 所以我还是邀请他来 那他 有一个很有名的书 就是流浪法庭三十年 就是他写的 就是写三个老人 因为官司的折磨 折磨 他三十年都还没有定念 然后他的 那三个老人 人生中的三分之一呢 就在 吴子敬的这个官司诉讼 当中受到折磨 那就把这个报道写成了一本书 那现在他还在陆陆续续写其他的 调查报道 包括 陆港幽魂 陆港一个 一个 地方的人士 为什么某一天突然发现他 自杀死在他家里 然后他去发掘这陆港背后的一些 一些问题 所以他 正在写 然后 他就是来分享全部报道 陆港幽魂不是写完了吗 陆港幽魂写完了 那现在在写了什么 然后再来第九周是社大的公民课程中 这一周呢 其实是社大比较 那个特别的设计就是 那一周呢 就是打破这个课程的半酬 然后你们也不一定要礼拜二来上课 也可以上其他的课 那都是跟 就是比较公共的课程 公共性的课程 那看到时候社大班 好像还没有完全定定 那但是那个 那一堂 那一堂 那一堂又有点复杂 不太好考虑 就是说 因为公民课程 是从八点开始上 然后都是在楼上的大 大营 那比较大的课程 那七点到八点还是要上课 那一小时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上 那我在想说 等到跟大家忙 我就想说就是 大家写作上的这个问题呢 或是困难 可以在那一小时做一点考虑 然后再来第十周呢 我们不在这边上 就是周六去这个庭林 庭林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然后我们再介绍 就是他们做有机的查验 然后呢 因为不撒农药不撒肥 化学原料 所以是可以保育那边的二流中 台湾滥群 所以他们叫 就是 他们这个活动就叫 平民体验行动 然后可以保育滥群 那这个呢 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由中华鸟会跟那边的查 那我们在做 那我们就是那一周下午 就是由中华鸟会和 这个 康慧立老师 让我们结束 那边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再来就是我去国际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包括我去发行 去配律服务中 就是有看到一些绿色机器 然后也可以就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国际上做采访 在国外的场合做采访 有时候语言不通 也是会有一些问题 对不起你要 大哥你那边也有 那边也有资料 那再来就是 最后一周是 就是大家互相做切磋 你的作品 可以再怎么修改 然后可以怎么精进 或者说大家在写作 采访中遇到的问题 可以在这里讨论 那这一天呢 就是做成果发表 然后我会给你们一些介绍 那再来还有就是 就是在课堂后的呢 是第十三搜 就是说那一周也希望大家来 那一周不是课程 而是说要请大家把 因为设大期末都会有设大成果展 每一堂每一个课程呢 都会有一个成果展 那在成果展我们 过去都是比较静态 来就是做 把大家采访作品做成静态的展示 就是类似海报 海报版这样子 那 那一周就邀请大家来一起 把那个作品完成 那整个课程安排是这样 那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之后都 还是留下以上 就是我希望可以分组 就是说 那那个分组的方式 还有就是 是跟大家班务的 班会 班上的活动结合在一起 就是说 到时候 下礼拜或 以及 那个 这一周没有时间 那这一周 还有这一周呢 可以做一些班务活动 就是 各位 某些同学呢 就自愿一点 承担做班级的干部 比如说 这个班级需要一个班单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班级的事物 需要 大家来帮其他同学 比如说做联络簿啊等等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希望 同学可以分 那分组呢 就是 因为我们今天 这学期就是做两个地点的采访 一个就是 一个在乌来 然后一个在坪林 然后都是跟社区工作的关系 然后所以就是说 希望其中一组呢 就 好好的去做那个乌来那边的 议题的写作跟采访 然后另外一组呢 就是做 坪林的 那这两个 这两个组呢 在最后一周呢 这一周呢 我会要求大家都要带 笔店来 那如果没有笔店 就是想办法借 因为我想要在这里 就是 跟大家及时的 就是 跟大家及时的做 那个稿件的认稿跟修改 然后最后把它订稿 那 从 开始 采访现场到这写作当中 会有一些过程 就是 会有一些讨论 如果我要写多少 那我该怎么下 我该怎么布置 我该怎么布置 我该怎么布置等等 那我是希望这个 内容就可以在 第九周这一小时 做一点讨论 那我会带大家 就是用比较 比较开放 比较聚焦的方式呢 去讨论大家 最后要写什么 然后呢 最后 就来这边 就是在自己 在这个 采访往后呢 大家就 回家写 然后在这边呢 做修改 发表修改的讨论 然后在最后一周 再加一周 再加一周来做这个实例的呈现 那 那 那 看 大概就这样 目前为止 有没有问题 那先跟大家 预定 就是这两个时间 就是我们已经跟老师讲 好的 各外的参访时间 10月2号 10月10号 那都是下午时间 都是礼拜六 那两个地点都可以坐公车到 10月6号 10月2号 10月2号 那是礼拜 2 不行 不错了 一样 10月6号 好 在10月6号 然后10月10号 好 都是下午 然后都可以 坐公车到 他 依照我过去的时间 大家都不太有 不太有同学开车 所以就是大家坐公车 10月6号 到乌萊 10月6号到乌萊 那我们是做 那客运到乌萊的 最底面 就是 大家 有谁去过 有谁没去过乌萊 大家都知道 乌萊有一个公车总站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 社区还有老师呢 会在 开车在保姆街 跟里面 就到他做那个 农登的地方 然后在11月10号呢 就是坐公车到 平林总站 那到平林总站 在走差不多 20分钟 走路走20分钟 就会到那个 中华鸟会 在做 推广教育的 那个一个 环境教育中心 由他在那边 带着大家去 那他可能 还会带我们去 有配合的查 查阅 那也是需要走一段时间 那 会比较辛苦 但是就是说 是满值得看的 那 11月相信 也会开通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在这个课堂中 就是 就是 比较积极的参与 就是说 包括就是 跟同学 互相配合 然后在写作上 第九周 以及第十二周 可以 比较深度的讨论 然后十三周 可以做 寂寞成果 以上就是 这一个学期 大概做这样的课程 那 因为这样的课 是每学期都会开 所以就是 大体上都是 循着这样的模式 就是说 一方面给大家 分享一些写作的经验 然后一方面 给大家 分享一些 环境上的 知识 充电 然后再来就是 有一些始作的机会 去不同的现场 那 其实 这个学期的主题 是社区的绿色经济 那下载期 还没有这样 那 可以大家 在过程中呢 也可以 主动提供意见 这样的方式 大家看看 有什么问题 谢谢